当时文族处在苏家期间 分配在顶住国社、文庄国社、 在博国社、古版文教林 面试和卓游设计会更好 插到核东实施文教林的文化 当时好会創意 让文教林竞赛技术设计会先卓游 那如果单纯的只是介绍 歌林是什么? 林歌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小孩来说 学习起来有点无聊 那因为歌林是个比赛 所以我才想说 也许可以透过卓游的机制 因为桌游就是一个竞赛型的游戏 所以它很适合把这样子的歌林赛制 融合到游戏中 三间学校终于四季出口中的游戏 如今拍到四季桌游已经製作完身 这天文族处也找到桌游回到学校 小朋友当时的一个桌游设计 今天有一个雏形出来了 那透过今天的小朋友的一个实际操作 小朋友都收获满满 那也非常的融入整个一个课程之中 老师抓到学生体验音色给桌游 他当时都浑浑表现很粗米 也就有刚才对到婚交令文化 有个较亲们了解 这个歌林游戏是我们暑假演发的 然后我们刚才玩的是翻牌游戏 跟计分的 我觉得很好玩 如果你翻到一些不好的牌 你可能就要去答题 答题的话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 透过有些方式提供这行百年无形文化阻散 文族处表是未来中的七色道理阻碍 期待进行文化的经济 孩子他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就是本身就是要先了解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种子 然后未来就是可能要宣传 要推广 就是要需要他们 核心的創意 让大家用更近三处的方式 接受民主文化 当时也会分交令文化有机会 向我突然 那天是我们来的 三五正常 哈嘎彩虹波的哦 最后一向是我们的命文化 那么我被制作 我今天也会认为